手机被锁里面了 那怎么办啊 怎么不会真的要被关在图书馆吧 别着急 我去开阅览区的台灯 台灯不是总开光控制的 有光 说不定就会有人发现我们 也行 那我去看看有没有谁拉起充电器 没有人来 你找不着充电器 我们不会就冷私在这儿吧 我去给你找点月寒的吧 你知道艾斯基木人是怎么取暖的吗 没想到 我们竟然能在图书馆做这种事 轻点啊 好 艾斯基木人的比武完成 好 我先进去了 没想到还挺软和的嘛 看来艾斯基木人跟我一样聪明 看来艾斯基木人跟我一样聪明 张文哲 你快进来啊 未必那么冷 你把这个垫着地上凉 好 还蛮好玩的 我要把这个经历行情梳理 你好像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很开心 没有啦 其实我体能哭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把我妈给哭烦了 我妈就把我关进房间里面 然后呢 她把我放出来的时候 发现我已经自己玩得哈哈大笑的了 开学的时候就见识到了 我妈 我哭过吗 报到那天 你看着白艾斯基木人哭了 这句太感人了 冻野归屋的书太好看了 我哭了 然后又说我手机震动的声音像放屁 而且 你觉不觉得 他刚刚手机震动的声音也像放屁呀 最后居然又笑了 你这样说我好像个傻子呀 看得不行 我好困呐 我哪先睡一会儿 我不管你了 你先睡吧 嗯 嗯 认识你之前 我特别怕别人哭 认识你之后 我觉得 哭好像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情绪 视频道